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是感谢主 弟兄能够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每一次当神的儿女们 同心在主的面前 高举基督 同心在主的面前 彼此相爱 你发现贵重的高油 就是要从亚伦的头上 留到胡须 只留到一斤 黑门的甘露 也要降临在西安山上 就是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所以当我们真正在这里 让主居守卫 我们真正在基督里面 在圣灵里面 能够真实地合一 活出神所希望我们 活出的样式的时候 你发现在我们中间 圣灵的祝福 根本就是自然的事情 活水涌流是自然的事情 来到神家 到处让我们碰见神 到处让我们听见神 到处让我们在这里 碰见生命 所以弟兄姊妹 尤其是在复活的早晨 能够跟众圣徒一同 在主的桌子面前相聚 我们在这里 纪念祂为我们受死 纪念祂 那永不改变的爱 然后在这边 借着吃主 喝主 能够跟主有完全的联合 也借着跟各地来的圣徒 我们人虽多还是统领一个饼 对不对 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 这几天开始 大家好日子开始了 因为我相信我们来 都是带着可慕来到主的面前 我在寻求今天早上 到底要讲什么的时候 本来想讲一个 跟以希节 不是那么直接有关的信息 为了主日的信息 可是我后来发现以希节书 这本实在太丰富了 我七堂不够 所以我就借了一堂 我们今天早晨的这一堂 我们就从 一下子就跳到第47章 讲活水永流 好不好呢 因为我知道我们来的时候 带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只有耶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只有主耶稣能够教我们 这个人真正被他改变 也只有主耶稣介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你才发现我们的局面 会被他流转过来 就是今天早晨 我们在恩典的主面前 我们一起来这里看 他至终要把我们带到 一个何等荣耀的地步 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以希节书47章 我过两天讲到47章的时候 我就会稍微带过去就好了 不然会觉得不甘心 这么重要的经文 只能够简单地带过 今天早晨短短地 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 我们看一下47章 我们只看第一节到十二节 47章第一节到十二节 我们请弟兄们读一节 姊妹们读一节 他带我回到殿门 见殿的门槛下 有水往东流出 原来殿面朝东 这水从坎下 从殿的右边 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 他手拿准绳往东去的时候 量了一千轴 使我扬过水 水到怀子骨 他又量了一千轴 使我扬过水 水就倒气 再量了一千轴 使我扬过水 水便倒腰 又量了一千轴 水便沉了河 使我不能躺过 因为水势涨起 成为可服的水 不可躺的水 他又说 人子啊 你难见了什么 他又带我回到河边 我回到河边 时候 见在这河这边 与那边的岸上 有极多的树木 他对我说 这水往东方流去 地下到亚拉巴 直到海 所发出来的水 必流入远海 使水便天 这河水所到之处 海之身的树木 都必生活 并且因这流来的水 必有极多的鱼 海水也变甜了 这河水所到之处 百物都必生活 由于不站在河边 从一基地直到 地盈河边 和河塞王之处 他与各同其类 好伤大海的渔世人多 这是离林之地 与挖石之处 不得致好 必为原地 好 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 在这段的圣经里面 我们看见 几乎老中 可以有那么一幅图画 就是在以西节 当神的灵 带他去看这个异象的时候 把他带到圣殿 带到圣所面前 他就发现说 从殿的门槛底下 有一条水出来 这个水从殿里面出来 经过祭坛的南边 然后流向东门 然后一直往东而去 撒加地亚书也曾经预言到 将来在千年国度的时候 有一条河会出来 它往两边流 一个是向西海 向地中海 一个向东海 就是向沿海 向石海流 那么在以西节书 只记载了向东流的这条河 那么我们就在 这条河所经过的地方 我们要来看几件事情 我们就从这段的圣经 第一个看到 这个水的源头是什么 第二个 我们看到这个水 它的流量 不住地增加 不住地丰富 第三个 我们看见这个水的走向 这个河是有方向的 第四个 看见这个水流到的地方 所带来的结果 这是我们从这一章的圣经 要来看的 那么以西节书 我们知道很多的解经家 都有非常非常不同的解释 像在美国有一个 很有名的解经家 叫Chuck Smith 他说以西节对他来说 是最难解的一卷书 他读了读来读去 他说我只能够谦卑地承认 我读不懂 的确里面有很多的东西 是不容易懂 我也跟弟兄姊妹讲 真的不容易懂 但是我想我们今天 在主的面前 我们一方面参考了 前面的学者们 神的仆人们 所留给我们的产业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今天特别也 从新约的角度 我们回头来看 虽然以西节书47章 造的时代主义 照着这个千禧年派的讲法 就是这是在千禧年期间 在地上会出现的一座城 一座殿 在地上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们今天 从新约里面角度来看的时候 它就不光只是指到千年国度 为了以色列的选民 神要在他们中间 施行的救恩和拯救 今天从我们新约的角度 我们读以西节书47章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够不去读 约翰福音第七章 我们一起来读 好吧 约翰福音第七章 37节到39节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耶稣站着高山说 人若可了可以到我这里来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 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的人 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这一节的圣经是我们 以西节书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或是说你要把 以西节书47章 如果要跟我们今天 新约的子民发生关系的话 那么约翰福音第七章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 这个水不光是在 千年国度的时候 在地上有一个圣殿 有个圣城 这个水真是要从那里流出来 而我们今天新约的子民 因着我们相信 因着我们接受基督 属灵的实际 属灵的祝福 早就已经可以实现在我们身上了 以色列百姓非常可惜 神那么爱他们 他们中间兴起了弥赛亚 但是他们却拒绝了耶稣基督 而让这个福分到今天 不能临到他们 这个福分要等到他们 还要等 还要等 还要经过大灾难 直到进到千年国度的时候 他们看见主的国 这地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们才来享受 以色列百姓这里所讲的祝福 但是我们今天新约的子民 在圣灵里面 在基督里面 我们已经先进入了 我们已经先享受了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到 以色列百姓47章 是整个四十到四十八章 这九章圣经 也是以色列最后一次的意象 看见那个荣耀的意象 那么四十章到四十三章 讲到那一座圣殿 神所要的建造 神所要得到的居所 是一个怎样的居所 这个是经过被量过又量 量过又量的 那我们过几天会讲 所以在四十三章 我们就看见一件大事情发生 当这个殿造着神的心意 被建造起来 当这个殿是被量过的 造着神的心意出现的时候 神的荣耀回来了 读以西结书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花了好几章的时间 从第八章到第十一章 在那里描述 以西结的意象中 第二个关键的意象 讲到这 Departure of God's glory 就是神的荣耀 离开祂的百姓 那是以西结书 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 我们过两天要看到 神居然被迫地 然后依依不舍地 离开祂的百姓 然后从第十一章 耶和华荣耀 从这个成东的山上 二基地伯罗上升上去以后 从第十一章开始 一直到三十九章 再也没有提神的荣耀 神百姓的历史 是一个空白的历史 神百姓的历史 是没有神同战 没有神荣耀的历史 一直到后面 讲到三十九章的时候 预言将来的复兴 才开始提到荣耀 而神荣耀的回来 是在以西结书四十三章 神回来了 他回来以后 他说我不再走了 他要永远居住在这里 所以以西结书 活水涌流的第一件事情 讲到神的荣耀回来 神心智住在这里 他说这是我的居所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读四十七章 你一定要读四十三章 四十三章有两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读 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们读第五节 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 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电 你知道这是以西结 为什么用不料 因为他亲眼看见神荣耀的离开 这个对服侍主的人 来说心中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我相信你们在座 很多在教会服侍主的人 如果神的同在不在教会中 如果神的荣耀不在教会中 我相信对所有服侍主的人 是最痛苦的事情 我再发达 人给我再多的掌声 我得到了地上太多的称雪 弟兄姊妹 我们的心不可能满足 所以当以西结 看到神的荣耀离开的时候 那一天在这个最后的异象里面 天使带他去看 不是 神 其实带他去看的这位人子 有人说是圣灵 有人说是基督 我相信就是讲到我们的主 带他去看这些的时候 那一天他看 他在泪院里面 他突然用这个形容词 他说不料 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这个殿 神的荣耀回来了 对他来说 大喜的消息 神回来了 然后我们来读第六节 第七节 他说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 有一人站在我旁边 他对我说 人子啊 这是我宝座之地 是我脚掌所踏之地 我要在这里住 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 弟兄姊妹 你要特别注意到 在以西节讲圣殿的时候 有一个跟所有旧约记载最大的不同 就是从前讲会幕 讲所罗门圣殿的时候 讲到至圣所是讲约柜 但是以西节书里面不讲约柜 以西节书里面讲宝座 所以你会发现 殿跟宝座合而为一连在一起了 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四十三章第七节 我们一定要知道 人子啊 这是我宝座之地 神在这里居宝座 这是整个底下活水涌流的一个关键 神的荣耀回来 神的同在回来 神在这里重新在他百姓中间居首位 弟兄姊妹 没有这个活水就不会出来 所以四十三章 它是建立在前面有一个合神心意的建造 然后四十四章到四十六章 讲到撒都子孙的侍奉 讲到有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 所以才引到四十七章 活水从圣殿里面出来 因为主回来了 神荣耀回来了 祂住在这里 神亲自在这里 所以弟兄姊妹 一个教会不与神的同在 神为中心的教会 是不可能有活水涌流的教会 一个教会不照着神的心意 来在主面前侍奉的话 弟兄姊妹 活水不可能涌流的 这是以细节让我们看见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从经文的前后文 我们看见四十七章 是建立在四十到四十六章 而这一章里面提到了两件事情 这七章圣经 第一个就是四十到四十三章 讲到神的荣耀回来 因为在这里有合神心意的建造 在这里有一个居所 有一个圣殿 完全照着神的尺寸 在这里被建造起来 第二件事情是四十六章 四十四章到四十六章 这三章圣经讲到杀独子孙的侍奉 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 而这两件根基之后 带到了巴以西节 带到了内院 他就看见活水从殿的门槛流出来 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 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当这个水从殿的里面流出来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到两件事 一个就是在四十七章 这里所说殿的门槛出来的 而我们刚才读到四十三章 说到殿 讲到宝座 神说这是我的宝座 所以活水是从宝座流出来 跟启示录二十二章 讲到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 从神的宝座 有生命核的活水要出来 从宝座里面出来 从圣殿里面出来 从神的居所里面出来 那弟兄姊妹今天在新约里面 早就实现在我们身上了 刚刚我们读的第七章 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 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因为我们现在都成为圣灵的殿 都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我们这个人是属神的人了 他居然以我们为居所 神的荣耀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 他在圣灵的里面 他内住在我们心中 所以当耶稣进到宝座 当他经过十架达到宝座的时候 活水圣灵赐下来 五行节圣灵降临下来 所以今天的活水属于我们这些信他的人 今天的活水的涌流 属于我们这些有基督 有圣灵内住的人 这个活水要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来 而且要只涌流到永生 弟兄姊妹这是大的恩典 所以在47章我们看见的一个是讲到圣殿 这个是殿的门槛里面出来 而第二个他特别提到一个是什么 他从祭坛的南边流出来 所以我们要看到活水涌流的第二个关键的事情 一个叫做宝座 一个叫做祭坛 今天耶稣基督为我们经过祭坛 祂为我死 祂的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 祂胜过死亡 掳掠了仇敌 祂达到神宝座的面前 然后这个时候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所以基督为我们穿过祭坛达到宝座 然后圣灵降临 这是我们在新约里面看见救恩的过程 对不对 而活水涌流 今天我们所有蒙恩的人 得到了一个永不干涸的活权 在基督里面 当基督领受圣灵的时候 就把圣灵浇灌下来 浇灌在我们这些所有 接受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都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对不对 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垫 圣灵住在我里面 所以圣灵也要从我腹中 成为活水的江河要出来 那丘子妹 当这个活水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时候 第一件经过的 就是经过祭坛 向外流 祭坛不仅仅讲到祂为我使 祭坛也讲到我为祂活 而我今天能够为主活 一点不是凭着我自己的力量 一点也不是凭着我自己的爱心 我的爱心不可靠 我的奉献不可靠 我这个人什么都不可靠 我这个人能够为神活 是因为祂为我死 而且祂为我活 所以当活水从我里面出来的时候 祂让我能够去面对释迦 祂能够让我去走 我从前天然生命我不想走的道路 当活水从我里面出来的时候 不光我这个人活着不再是我 因为基督已经替我死了 现在乃是基督 基督要替我活 让我能够有力量 那么甘心地 自然地走在死假的路上 让我这个人活水 透过我这个人出来的时候 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这次以习结书 让我们看见 一面在基督 在神儿子的身上 祂为我们怎样进到宝座 经过祭坛达到宝座 然后把所应许的圣灵赐下来 水流出来了 另外一方面 从我们蒙恩人的角度 我们也是经过祭坛 在这里接受耶稣基督 伟大的救赎 然后我们把耶稣基督 接到我们心中 让我成为祂的居所 也让圣灵 能够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 在信我的人要从祂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两面 所以我们今天比以色列的百姓提早享受 而且我们享受的是更丰富的 还不光只是地上外面看得见的 有这么一条水流下去 带来了这么多的医治 带来了这么多生命的景象 而是我们今天在属灵里 在属灵的实际里 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 每一个教会 我们在圣灵里都应该来享受 活水永流的祝福 所以这里讲到水的源头 我们在这里看到水的流量 在这里圣经用非常生动的笔法 讲到的量一千轴 一千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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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量了这四次 你们知不知道一千轴大概是多远 以细节书里面讲到 在旧约的一般的一轴是十八寸 那么一长轴呢 就是除了一轴以外 又多一个手掌 是二十一寸 所以你一千轴用 我如果在美国讲 我就讲迈尔了 三分之一迈尔 那么在中国大概零点五三公里 应该是对的 零点五三公里 大概半公里多一点 这大概是一千轴 所以量了第一千轴的时候 水到怀之骨 再往前走了半公里多 水到了膝盖 再往前走了半公里多 水到了腰 再走了半公里多 那个水已经让你脚没有办法着地了 要成为不可躺 这个只可扶 那英文就是说 你没有办法cross 你没有办法再走了 你必须swim 你必须用油的 你等于完全 怎么讲 你就必须浸透在圣灵的水流里面 你的脚步再也不能够游得自己 完全被圣灵来管理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水的流量 随着时间过来 它越流越丰富 因为它越来越深 随着时间过来 它越流越宽广 因为它所接触的面就越来越多 而它在这里所带下来的影响 第三个我们在这里 对不起 第三个我们是要讲到它的方向 圣经上告诉我们 圣灵是水几亿的 主耶稣对离各地牧也讲到 风随着自己的意识 所以圣灵决定有它的主权 所以当水往前去的时候 它不见得是一条直线的 你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会转弯 你也不知道它转弯多大 它用什么方式转弯 但是圣灵随着自己意识往前 但是另外一方面 这个水又是受着河的暗 这个bank bank of the river 受着河暗在这里主导这个水的流向 所以换句话说 圣灵做事情决定根据神的旨意的 一面来说 我们没有办法预测 圣灵下一步要做什么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又知道 有一件事情清清楚楚的 就是圣灵所有所做的事 决定造着神的旨意 连祂替我们祷告 都是造着神的旨意祈求 对不对 我们本不知道怎么祷告 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为我们祷告 因为检查人心的 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是造着神的旨意 为我们祈求 所以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 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 决定不是混乱的 虽然我们没办法预期 我们也不要去限制圣灵的工作 你说不要 不要向右转向左转 我家在左边 左边有更大的需要 向左边 你不知道圣灵为什么要向右转 你只得尊重圣灵的走向 你不要去限制圣灵的工作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 圣灵决定不混乱 他所有所做的事情 根据神的旨意 根据圣经的 这个 神的应许 神的话 而第四件事情 就是这个水流 所带来的结果 我想圣经上的这里 你的形容非常好 他提到了几件事情 第一个 从第八节 他进到亚拉巴海 就是死海那边 沿海 直到海 所发出来的水 必流入沿海 使水变甜 或做这个水被医治了 你知道你今天到以色列地区 你不会游泳 没关系的 你尽可能地下死海 你死不了的 所以很多人不会游泳的 也喜欢去泡泡沿海 因为沿海的寒盐度 大概40%以上 是海水的六倍以上 所以你进到里面 你可以飘起来的 所以有人很喜欢 到了死海 躺在水上 人家拿个报纸 叫人家给他照张相 我也下去过 我那时候皮肤有点破口 痛得不得了 那死海因为炎太高了 高到一个地步 是不可能有生命存在其中 它高到一个地步 是人不可能来喝它的 凡事之身的动物 就是可以活得 没有人可以从死海里面的水 得到满足的 它给你碗一碗就是了 它在至终充满了死亡 它周围充满了死亡 但是这个水 从圣殿里面流出来 流出来 而它就在死海的北边 跟约旦河在那里 约旦河原来就是流进死海 圣经学者告诉我们 举的这些地名 他们都去查过了 就是这条的河水流下来 然后进到在死海的北边 跟约旦河一起进到死海里面 而当它一进到死海的时候 它把整个死海就一致了 这个水就变甜了 不是糖水 你们不要误会 就是那个水就喝起来 很甘甜 很舒服 让你生命滋润 让你得到活力 而且这个水 你看到它下来的时候 它不仅仅那些 资深的物得到生活 让那些所有干渴 所有希望得到滋润 得到满足的 都能够从这个水里面 得到享受 今天在教会里面 说了什么话 我们很多的时候 来的时候是可可的 有时候回去更可 但是神家不应该贫穷 那个连长的弟兄告诉我们 神家不应该贫穷 神家不应该充满死亡 因为我们所信的主 是教人得生命 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我们所接受的圣灵 是活水涌流的圣灵 怎么可能在主的面前 人照样干渴 怎么可能在主的面前 死亡掌权呢 怎么可能在主的面前 罪恶在这里猖狂呢 所以弟兄姊妹 这都说到我们需要被医治 这个里面充满了死亡 生命没办法存留 这个水没办法满足人 这个水的两岸全部都是荒凉 你现在到以色列地去看 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从属灵上来看 今天有多少的教会 有多少人里面的生命的情形 也是这样 对不对 我们里面没有生命可以存留 我们里面的东西 不能够解人的干渴 我们的周围 我们这个人的 这个整个人所出来的东西 都是荒凉荒凉荒凉 叫人摸到死亡 碰不到生命 我们需要活水 需要圣灵 需要圣灵 真的在这里充满我们 来医治我们 所以他不光是让水 得到医治变甜 他说这个水所到之处 凡是资深的动物 所有那些活着的 会幕府的动物 他都可以活 哎呀 弟兄姊妹 真的是这样子 我们前一阵子 有一个福音朋友 大概去年吧 他来了我们教会以后 他回去就是 拉他旅婿一定要来教会聚会 他旅婿也不是耶稣 他说来来来 你要到这个教会 因为他是念气功的 他说这个教会正能量很多 他说你到了那边 以后就要好好吸 他说到处都是正能量 那我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这个太极 或是这个气功的名词 但是我们里面也很感谢主 今天神家 如果能够让人觉得 在这边有生命 在这边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祝福 那这都是一个恩典 一个真正 让主做宝座的 这个个人 家庭和教会 生命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 大家都说 让基督举首位 关键是在于 有没有活水出来 今天多少人批评灵恩派 一些的混乱 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地方 的确是有很多的地方 我们忽略了 我们上当了 我们把这么多的掺杂摆进去了 把最重要圣灵的真理 圣灵时代 我们对圣灵该有的认识和经历 被搞得一塌糊涂 让那么多人 谈到圣灵就害怕 谈到圣灵就认为是异端 所以魔鬼在旁边高兴得不得了 也今天这个世代 离开圣灵 人不可能过得胜的生活 今天离开圣灵 我们的生命不可能被改变了 圣灵来就是要荣耀神的儿子 圣灵来就是为神的儿子做见证 圣灵来就要把我们 带进所有真理的实际 而圣灵来是教我们得到能力 能够在耶路撒冷 犹大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为主做见证 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下来 所以祂不光只是重生我们而已 整个基督徒一生的道路 离不开圣灵 我们的侍奉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聚会 没有一个可以离开圣灵 因为圣灵就是得了荣耀的耶稣 祂的灵 穆安德烈告诉我们的 因为在这里特别讲到 那时耶稣还没有得荣耀 那个带着人性 完全的人 还没有进到神的面前 当耶稣在人性里面 完全得胜的时候 败坏了长死权的魔鬼 祂为我们下了阴间 整个阴府的权势 不能拘留祂 祂从里面出来 弟兄姊妹 祂借着死 败坏了长死权的魔鬼 祂为我们身上高天 祂为我们掳掠重仇敌 而这个时候 神的儿子得了荣耀 圣灵赐下来 所以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 我们今天得到的圣灵 是已经把基督所有的丰富 所有的得胜 全部包含在内 我们得到了祂 哈利路亚 真的要哈利路亚 教会离不开圣灵 但是你却发现 仇敌在这里破坏 一直破坏 一直破坏 所以多少时候 我们讲到没有生命 我们聚会里面 缺少了神的同在 我们的祷告 就像有个弟兄讲的 就是缺的那么一把火 没有火 大家只是在那里 心愿地诉说 祷告一些事情 带导一些事情 轮流讲一些事情 但是我们里面 碰不到热忱 碰不到火焰 需要圣灵 圣灵来 让所有的活物都可以活 约翰福音第六章 讲得这么好 教人活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益的 弟兄姊妹 你千万不要有 我的大脑袋 我的神学知识 我这么多学的 建造教会的方法 领袖一二三 你学会了 你就能把教会搞起来 门都没有 我们需要圣灵 教人活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益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弟兄姊妹 教会需要圣灵 教会需要圣灵 教会需要那么活生生的见证 当水流出来的时候 整个水得到医治 死亡被赶走了 叫一切喝它的 接触它的 都可以活 第三个 他说这个河所到的地方 不仅仅是 资深的动物都被生活 而且这流来的水 必有极多的鱼 海水也变甜 这个鱼多到一个地步 是各从其内 这个渔夫都站在那里撒网 这是你现在到石海去 你看不到一个鱼网 因为里面没有鱼 在千年国度里面 你应该到石海去 充满了渔夫在那里撒网 因为里面都是生命 所以得到医治了 那个鱼多到像大海的鱼 各从其类 你爱吃什么鱼 大概都找得到 然后第十二节 在河这边以那边的岸上 必生长各类的树木 它的果子可做食物 叶子不枯干 果子不断绝 每个月都结新果子 特别讲到 因为这个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 然后树上的果子做食物 叶子乃味致病 这边你看到了没有 再一次要提醒我们 这个水不是人搞出来的 这个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 主居宝座 而我们在祂的面前 我们有合成心意的 侍奉和建造的时候 你发现活水就从圣殿里面出来 穿过祭坛向东而流 他们所到之处 带来医治 带来祝福 带来生命 而且带来了更新 每个月都有新果子 弟兄姊妹 我们前一阵子的教会里面 我们今年的主题 讲到be alive 就是要活过来 因为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不够活 我们才可能真正地 到生命的主面前去得生命 对不对 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说 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 但是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有的时候 特别是这个世代 网络太发达了 你们要什么资讯网络上都有 而且多到一个地步 你决定看不完 更不要说你能够消化了 但是弟兄姊妹 做了那么多事情 但是到底我们得了多少的生命 如果我们的读经 我们的灵修 我们的祷告 不是在至高者的面前 不是在神的面前 我不能说你不好 至少你还维持了稳定的灵修 但是那个不是尚好的 真正尚好的读经 我说过的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 第三节 你们当就近我来 撤耳而听 就必得火 我说主的话 不光是要读的 是要听的 明天我们会讲到 以西节传的信心 它不光是听到的 它是要先吃下去的 真正的祷告 人与神在圣灵中相会并相交 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祷告 根本没有遇见神 所以真实的活水出来 一定是讲到我们跟宝座之间 有一个对的关系 那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祂都已经做成了 可恶就是可恶 仇敌蒙蔽我们 那招就招在 我们这个人太喜欢立志行善了 以为我可以做些什么 其实都是恩典 全是恩典 带着简单的相信 我们来接受 你就发现活水所流之处 带来医治 带来祝福 带来生命 带来不断的更新 叶子不枯干 每个月都有新的果子出来 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 这是一个正常的教会 弟兄姊妹 今天尤其在新约里面 这是神儿女们该有的情形 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 要出主 开我们的眼睛 看见活水已经赤下来了 耶稣站起来高声说 对不对 祂已经告诉我们 祂说信我的 要从祂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是指的 人要受祂 受圣灵说的 那么圣灵现在已经赤下来了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 我们看见 活水涌流的结果 它带来各式各样的一致 但是我们插开来看一下 第十一节 它说 此次离林之地 以挖尸之处 不得致好 必为原地 刚才我们讲过这条新的 充满生命河的活水 他流下来 跟约旦河一起 就在进石海的地方 他们在那里 一起进到石海里面去 在这条生命的水出来之前 石海只接受了一条河 叫做约旦河 你知道当 约书亚带领神的百姓 经过约旦河进迦南的时候 约旦河水在什么地方止住的 在亚当城 圣经很有意思 特别讲到 在亚当城 谁止住了 所有救灶被挡住 神的儿子率领他的百姓 穿过约旦河 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废掉 所有亚当救灶 死亡来的权势 让我们这班人可以过河 所以当这个生命河水 往下流的时候 你只要向这个生命 河水敞开来 河水所流之处 都得到医治 这什么叫低洼地呢 我想你们 有没有经过一些河 旁边有余温 或是有池塘 或是有一些低洼沼泽地 会不会看到这样子的情形 我小的时候常看到 我住在眷村乡下旁边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边是一条河 可是旁边还是有一些低洼地 为什么会有低洼地 因为这个低洼地跟这条河 虽然这么靠近 但是却没有连接的点 这个低洼地 却没有向河是打开来的 它只要向这个河一打开来 水就进来 水一定进来 特别这个水 你发现它往前走的时候 每过半公里 它就一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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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走了两公里 你已经不能走了 你必须游了 那你更不要说 从耶路撒冷到十海 大概四十公里 那这个水不知道 已经变得多丰富了 所以只要我们的心 向着圣灵敞开来 向着我们的主事敞开来 向着这生命的水流失敞开来 弟兄姊妹 这个活水一定要进来 它要医治我们 连沿海 湿海都能够得到医治 更不要说 我这个小小的低洼之地 它决定可以解决 没有一个难处 没有一个局面 是圣灵不能解决的 除非我们向圣灵关闭自己 除非我们抗拒 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只要我们向着主是开的 剩下的事情交给主 医治是祂带来的 我们谁可以让自己得医治 生命的果子是祂结的 谁能够自己有生命的果子 通通都是因为 我们接受的圣灵 对不对 圣灵进来 所有的问题解决 圣灵进来 所有的局面得到转变 圣灵进来 所有的病得到医治 所有那种苦的源头 都得到了解决 所以弟兄姊妹 你发现生命河水下来的时候 它第一个解决罪的问题 让苦水变甜水 这个盐 盐到一个地步是苦的 它让死亡变为生命 它让老旧的 荒凉的变成更新的 叶子不枯干 每个月有新的果子 而且这个生命带着医治的能力 医治我们里面 里里外外所有的病 弟兄姊妹 我们讲到这个 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住 对不对 我们新约的百姓 因着耶稣基督经过的祭坛 经过的石架 为我们达到了宝座 为我们领受的 所应许的圣灵 让这个活水出来了 信我得要从他腹中 流出活水的江河 不光圣灵下来 而且今天圣灵泪住在我们心中 这个水也要从我们里面出来 大事大到 它从五熏节它降临了 这个活水从宝座面前出来了 它福泽万民 所有接受的都被它充满 但是另外一方面 这个活水泉 今天也在我们的里面 也要从我们里面出来 所以耶稣基督 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都要感谢祂 我们哪里配得这些 但是今天耶稣基督 既然已经为我们做成了这一切 圣灵来 就是要把这一切所有的真理 应许都变成reality 变成属灵的实际 让这个活水在我们身上真是涌流 让这个活水在我们身上真正带来医治 让这个活水在我们身上能够真正带来不住的更新 让这个活水把我们所有的死亡都除掉 让我们里面充满着生命 而且能够带给别人生命 我再说 47章的活水 建立在40到43章 有一个合神心意的建造 建造在44章到46章 有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 杀毒子孙的侍奉 今天教会要有活水流 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 让圣灵在我们中间掌权 让我们来到神家 是种水汇流的时候 然后我们彼此用圣灵 用主给我们的生命活水 然后我们为对方带来祝福 我们也能够从别人的身上得到祝福 我们一起来唱刚刚那套歌好不好 我们再次来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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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 ôi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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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